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莫读 第208集 废渡站起身来 悄无声息地给陶然搭上了一条毯子 然后拎起外套走了出去 路过楼梯转角的时候 有一个人低声地问他 你确定这样能把范思源引出来吗 废渡一边走一边披外套 头也不抬地告诉他 我们都图穷笔线了 他再不露面就算忍输了 并且对他来说 逮一个张春九没有什么意义 必须得把这个庞然大物连根拔起才行 除非范思源死了 否则一定不会坐视张春凌借我的手 死而复生的 那个人又问 为什么不告诉文州他们 因为逼真呢 太逼真了 逼真到几乎就像真的 我能相信你们废渡 废渡的脚步声不停 他只是不慎明显地提了一下嘴角 他有点欠揍地说道 陆举啊 心诚则灵 东南出城的道路 已经被堵得奄奄实实 警笛震天响 路灯忽长忽短的光 扫到了张春九的身上 他面如磐石 一队警车突然从前方路口冲了出来 亮相的瞬间 闪起了红蓝警灯 晃得人根本看不清 对面来了多少车子 被围堵的司机 明显有些慌乱 藏觉 往东拐 直接冲下去 张春九面色不改地吩咐 藏觉 再往东的话 那就是提公园和东森滑雪场了 那边可是 我知道 别废话 开 体育公园和巨大的滑雪场 将烟城城里与东森郊区一分为二 它身处夹缝 颇有点三不管的意思 除了依靠体育公园建起来的小小商圈 周围尽是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的城乡结合部 路灯稀少 常年堵车 然而 除夕的凌晨 这里却是难得的一片寂静 五辆被警方锁定的车子 直接撞出两侧的护栏 四轮离地 顺着大斜坡 惊悚地冲了下去 张春九镇定地说道 给那些没完没了的狗皮膏友 来点眼色 穷追不舍的警车 已经逼近 张春九他们最后一辆断后的车子 突然打开窗子 有人向外扔了什么东西 黑灯瞎火之间 一马当先的几辆警车 没看清楚是什么 等感觉到不对的时候 又已经来不及了 车子里边丢出的东西触地 立刻爆炸 一声巨响 车载警报疯狂地尖叫起来 几辆警车几乎同时被掀翻 大火炖起原地竖起一片火墙 与此同时 五辆装载着亡命徒的车里 同时架起枪 在大火和爆炸的掩护之下 淡雨倾盆而下 寂静的清晨 好像从高处落下的瓷瓶 刺耳的炸裂 交火来得猝不及防 就无热跟上 防爆车在前面走 分两路包围 一定把它慢住 你多给我 流行附近老百姓的居居居 洛文周的话音 在他看清地图的瞬间 忽然一顿 洛队 前方几个城中村 主要集中在道路西侧 不知这个方向 你放心 再往前走 只有体育公园和滑雪场 滑雪场从前天开始 停业到初三 这几天不会有人 在那堵住他们 没有问题 周怀锦提到过 恒安福利院的原址 就在燕城市郊 那边早就改成滑雪场了 东森滑雪场 洛文周一抬头 二只得跟上我 其他人 原路继续追 那里 会是恒安福利院的原址所在吗 会是一切开始 一切结束的地方吗 洛文周后脊一凉 突然有一种 没有来由的不祥预感 废渡来到 事先约定的街心公园 往周围一扫 他没有看到张春菱的踪迹 他倒是不意外 静静地坐在车子里边等 那首熟悉的英文歌 依然在不断地单曲循环 他用手指轻轻地 敲击着方向盘 打着拍子 突然 一颗子弹 擦着他的车身打了过来 正打在车轮前方的石头上 回弹起的子弹 蹦起老高 砸在防弹玻璃上 吓人地响了一声 废渡瞥见后视镜里边 暗中跟着他的几辆车 按捺不住地动了 这时 车载电话响起来了 铃声和他正在 单曲循环的歌曲 一模一样 两相叠加 副歌的部分 叠出了意外好听的效果 废渡忍不住多听了一会儿 这才伸手接起电话 张董啊 我是来救你的 你给我一枪这算什么呢 我不是非你不可 既然你也不是 非想着要自由 和你儿子的命 那么咱们就 有缘再见了 瞒着 把你的人甩开 张春龄打断了他 废渡一皱眉 把你的人甩开 我说过了 你自己单独过来 废渡沉默下来 两人无声地僵持片刻 废总 你不敢吗 废渡缓缓地拉下车窗 朝着身后打了个手势 从公园后门走 我告诉你去哪儿 张春龄让他把 街心公园附近 来来回回转了好几圈 大概是确定 他甩开了身边的人 这才说到 往前开两百米 停在路边 我背着车接你 废总行 废渡踩了一下刹车 果然看见不远处 还停着一辆小车 他忍不住 刺了张春龄一局 你我现在的意义 是一致的 又是合作关系 张董 你明知道 我只会保护你 防备心还这么重 生一人 该大方的时候 应该大方啊 大方的人早就死了 张春龄冷冷地说着 随即挂断了电话 废渡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于是干脆把随身的手机 钱包 钥匙 都扔在了车里 空手而去 等在那儿的小车里边 立刻下了两个人 虎视眈眈地盯着废渡 不客气地 拿着仪器 在他身上乱搜一通 恨不得能把他扒皮三寸 废渡挖苦了一句 幸亏没做过心脏支架 不然还得老年二位 再给他挖出来 搜身的两个人并不搭话 其中一个抬头 阴郁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拉开车门 示意废渡上去 张春龄手下的一个人说道 张董 有几辆车 五分钟以后跟上来 现在一伙人 聚在废渡丢下车子的父亲 从他车里边 拿出一部手机 估计 那部手机上装了定位 那些人现在 好像有点奇迹败坏 正在四下搜索他的踪迹 张春龄并不意外 要是费总一点小手段也不使 那他会反倒觉得奇怪的 知道了 按着他把他带过来 小心一点 费渡先后换了三辆车 每换一辆 就得被搜身一次 换到最后 他好像也没脾气了 他只是略带嘲讽地看着对方 这时其中一个司机模样的人 突然是反常地开了口 费总 与虎谋皮 胆子不小啊 怎么 我看起来像是怕死的人吗 快四点了 我提醒诸位医生 如果我失去联系太久 照顾张少爷的人 可能会非常的不安 到时候也许会发生一些 大家都不愿见到的事情 那看来 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一个小时 我的耐心也有限 最多再容忍你们老板 无聊地猜忌一个小时 请转告他 想不想要儿子 就让他自己看着办 那名司机好似 十分忠诚地客进职手 他立刻转身汇报了什么 就在费肚准备上第三辆车的时候 转身的瞬间 耳畔突然传来了古怪的动静 随后有什么温热的东西 飞溅到费总裸露的后颈上 费肚猝然回头 只见方才搜身的人 直挺挺地冲他砸了下来 半个脖子几乎被一刀斩断 颈动脉的血 喷了他一身 费肚下意识地伸手挡了一下 几乎被尸体压在了下边 挺阔的大衣被鲜血染了一大片 下一刻一只手狠狠地抓住他 并且狠狠地勒住了他的脖子 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肺肚呛地喘不过气来 这场面对于晕血的人来说 具有极大的冲击力 他的眼前几乎是一黑 随后压在他身上的尸体 被踹到了一边 掐住他脖子的人 强行把他往车里面塞 肺肚的后背撞在冰冷的车门上 那只手冰冷而坚硬 仿佛带着某种金属的味道 肺肚几乎产生了幻觉 他觉得一股属于地下室的潮气 伴随着血腥味 压住了他的气管 一瞬间甚至击败了他的晕血 让他剧烈地挣扎起来 对方不耐烦地一拳 打在了他腹间 没有肋骨保护的胃部 肺肚的呼吸一致 足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 他疼得没有了知觉 然后又被绑起来 扔在了后座 张春林派来的每辆车上 都是两个人 一个开车 一个搜身 而这辆车上的司机 在和他说了两句话之后 竟然毫无预兆地发难 一刀宰了他没有防备的同伴 那司机拽着车门 居高临下地看着 一身是血的肺肚 然后突然冷笑一声 伸手掰过了肺肚血色进退的脸 把他鼻梁上的眼镜给扯了下来 巴搭一声 精致的眼镜腿在男人的手里边 折成两截 露出了镜腿里边隐藏的跟踪定位棋 肺肚早就料到张春林 必然对他不放心 搜身是不可避免的 与此同时 张东来还在他手上 他说不定又是那些人 未来的金主和饭票 因此张春林搜归搜 但是多少还会有点顾忌 不会没礼貌地去碰他的头 自然地也就把他常年架在鼻梁子上的眼镜 给忽略掉了 不料 肢结横生 功败垂成 司机面无表情地把肺肚的眼镜 扔在地上踩碎 留下了两个字 垃圾 然后他侧身上车一脚踩下油门 向着另一个方向 飞驰而去 第二百零九集 同一时间 正在等待肺肚的张春林 意识到事情有变 他派出去接肺肚的最后一辆车子 失联了 他的第一反应是肺肚耍炸 可是他随后又想了想 这肺肚的前前后后折腾了这么一溜 都还没来得及抵达自己这临时藏身的地方 他有必要在这个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的地方耍炸吗 接走一个司机 一个跑腿都能有什么用呢 连警察都不缺人证啊 张春林忽然站起身来 后脊冒出了一层冷汗 这时那辆神秘失控的车辆车载电话 居然打了回来 张春林一手拨开手下人 然后他亲自接了起来 喂 电话里没有人出声 想着细微的白草 随后有人放了一段录音 录音是一段对话 如果我失去联系太久 照顾张少爷的人可能会很不安 另外一个人说 那看来我们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接着又是费总的声音传来 至多再容忍你们老板无聊地猜忌 一个小时 张春林的冷汗 争先恐后地从毛孔里边往外冒 你是谁 录音回放的沙沙声 继续充斥着他的耳膜 对方一声不吭 姓范的 你怎么 咔哒一声 电话挂断了 只留给他一片盲音 张春林一拳砸在了桌面上 街心公园附近 陆有良亲自到了现场 只不过他坐在车里边没有露面 一个伪装成废杜手下的便衣 把废杜留的车子搜了个遍 然后他拿起废杜留下的手机 钱包 陆绝 除了这两样东西 他没有留下别的 这手机锁着 钱包也查过 除了现金和卡之外 没有多余的东西 陆有良皱了皱眉头 跟废杜的平锁画面 大眼瞪小眼了片刻 不知道他碰了哪 一个指纹提示 突然跳了出来 陆有良一愣 这是什么 这是除了密码之外 用机主的指纹也可以开锁 就是要废杜本人按才可以 话音未落 就看见陆有良在兜里边掏了掏 掏出一个指纹膜 然后他在便衣的木凳口呆之下 把指纹膜放在了指纹采集处 是这么开吗 屏幕一下子滑开 草稿箱豁然摊在手机桌面 只见草稿箱的文档之中的第一句话 就是 如果我身上的定位信号消失 那就已经到了朗诵者的手里 陆有良悚然已惊 没等他反应过来 这话里边巨大的信息量 就听到旁边的友人大喊说 陆局不好了 废杜身上的定位信号消失了 废杜的草稿箱里边又写道 如果我没猜错 当年顾昭调查过的罗浮宫 背后投钱的老板 应该是费成语 朗诵者认为犯过罪的人 必须得到一模一样的报应 这是他们的信仰和仪式 所以让顾昭背负污名的张春九 必须公正地被捕 身败名裂之后 把清白还回去 罗浮宫的主使者 也必须认领自己的那份命运 张春凌是一个 继承了费成语一波的我 是一个 所以我猜 开始的地方 就是结束的地方 如果我猜错了的话 后边的内容戛然而止 陆有良差点没被这句断句 断出心梗来 开始的地方 就是结束的地方 可能生命对于某些人来说 永远就是一个兜兜转转的圆环 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终生都被困在里边 永远也无法挣脱 张春九一行五辆车 被特警从烟海高速路口 一路堵到了体育公园 体育公园占地面积很大 天气好的时候 经常有业余运动员 在这练马拉松 当初的设计理念 是城市养疤 因此 不要命地往里边堆各种植被 密集得好像原始森林 五辆车子进了人造原始森林 简直就像是耗子 钻进了古董仓库 东跑西颠 南密踪迹不说 而且天干物燥 在林间随便丢炸弹 那可不是好玩的 整片区域戒严 警方一再调集增援 将体育公园里三层 外三层地给围住 一水的消防车严阵一带 而此时 对张春九的搜捕 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通缉犯手里 也要淡尽粮绝了 五辆车子已经折进去了三辆 公园里边所有广播 都在异口同声地 催促他们放弃抵抗 束手就擒 而张春九却是充耳不闻 给我停在那儿 前面有一个湖 把车开进水里 让警察们去搜 他说话的地方 是一座体育公园深处的小山包附近 小山似乎是公园建成之后就有的 还没开发好 目前好像正在施工之中 挂着游人纸布的牌子和项链 张春九带着假扮张春龄的胖子 和手下几个人穿过防护栏 轻轻轻熟路地往荒凉的小山上走去 一伙通缉犯被警察逼得无路可走 眼下他们态度笃定 仿佛大有后招的样子 连忙跟上 他们在没有人工痕迹的密林里 大约穿梭了十分钟 全是一头的雾水 随后竟然发现 自己不知怎么就出了体育公园 神不知鬼不觉地 离开了警察的包围圈 假扮张春龄的胖子 谄媚地开口 呦 张觉 您这这路挺熟啊 张春九没有回答 树长高了 路便窄了 曾经荒无人烟的地方 现在居然也是一片景区 从高处往下望 晨曦未至 灯火万千 这是一片物是人非的繁华 她曾经无数次地跑到这座小山 甚至在同样的黑夜里 瑟瑟发抖地在这里过过夜 最后还是被人给逮回去了 张春九默地抬头望向黑影重重的山坡 她觉得自己仿佛听见了破镜的脚步 她下意识地握住了兜里边的手枪 曾经那个软弱无依的男孩 变成了无坚不摧的男人 而那时的恐惧 却好像仍然刻在她的骨头里 即使她亲手在那个人的身上 捅上了十三刀 张觉 东森滑雪场 在那边 张春九回过神来 她一眼不发地往滑雪场的方向走 宽阔平整的道路 造型独特的滑雪场 周遭的种种 在她眼里边都起起扭曲变形 恢复到了四十年前的原形 高端大气的体育公园和建筑物 一个一个地崩塌 变回荒山和相貌丑陋的横安福利院 公路在她的眼中分崩离析 退化成一片芦苇和高粮丛生的荒地 那片荒地恐怖极了 人走在其中露不出脑袋来 随意走两步 就是一脚的泥泥 雨后还有小蜥蜴 癞蛤蟆在来回地穿梭 里边传出不知是谁的惨叫 伴随着福利院凶狠的狗叫 张春九狠狠地机灵一下 凛冽的北风里 她额头上挂满了细汗 她记得福利院的门口 有一个爱心的标志 年生日久掉了一角 高高地悬挂在破败的小院前 两侧都是笼子式的铁栅栏 总是有孩子在扒着铁栅栏向外张望 那一年 苏惠才七岁 像是一朵发育不良的小花 然而那些人却已经是迫不及待地 想要收割它了 周雅后本来不喜欢这种 没有进入青春期的小鸡仔 可是苏惠长得实在是太乍眼了 上边看了她的照片 想要提前把她带走 哪怕是当作礼物 送出去也是好的 她记得 那天是圣诞节 恒安福利院这个有羊血筒的地方 也应景地挂满了红彤彤的装饰品 喇叭里边还放着飘渺的圣诞歌 偶尔走音 透露着一股诡异的气氛 女孩捧头垢面 一身的污泥 年幼的男孩太小 不知天高地厚 拉着小姐姐的手 他们顶着巨大的恐惧 往那一大片野地里边冲 野狗们露出獠牙 放声地咆哮 其中一只竟然没有被拴起来 两个孩子快要碰到那大铁门的时候 突然窜了出来 一口咬住了小女孩的腿 攀在铁栅栏上的小男孩 吓得快晕过去了 巨大的绝望涌上来 他眼睁睁地看着那条畜生 撕咬着女孩的身体 被群狗引来的人群 也在不断地逼近 这个时候 一个人影突然冲了过来 一把将男孩从栅栏上抱了下来 那就是他的大哥 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也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 从有记忆开始 就是大哥在告诉他 是大哥给了他名字和姓氏 大哥把他塞进了一个装煤的竹筐里 里三层外三层地用着竹筐盖着 拎起一条小木棒 试图驱赶咬住女孩的大狗 而那畜生流着口水 放开浑身是血的女孩 阴森森地盯着那个少年 竹筐里的小男孩 看着大狗把瘦弱的少年扑到一边 那些人赶了过来 然后骂骂咧咧地 拎走了晕过去的小女孩 他们以为是大哥要把苏惠偷走 于是怒不可遏 命令大狼狗去咬他 用皮鞭去抽他 寒冬腊月天里 还往他身上 浇带着冰茬的凉水 甚至撕开他的衣裳 把他踩在地上 露出男人们肮脏的身体 竹筐上沾满了霉灰 在张春九的记忆里 那个圣诞节 也泛着霉灰似的颜色 他懦弱地蜷缩在竹筐里 在一团灰烬里看着 一直看着 但感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